秋風回覆 四星期五的 星期四 星期五時候 已經抽獎結束了 所以 這裡有一個粉絲問 什麼時候開始抽獎 即死我了 已經抽完了 那個 也公布在 我的秋風網站 還有個人粉絲團 大家可以去上去看 跟大家講一下一些 那個 抽獎的幕後小花絮好了 那個本來有 一萬一千多個人次報名 結果 報名失敗的人 就有三千個名次 比率還蠻高的 這一次 有史以來刪最多人 光那個 那個什麼問答 就是那個通關密語 就11月16號 就有一堆人寫錯 不是寫日期的就不講了啦 寫日期的一大堆人寫 7號8號9號10號 一直到16號都有人寫 哇好神喔 如果你還寫範圍的 11月6號到16號 只是 這是報名日期 不是秋風何時到達40萬 這個 這都 這都被刪掉了啦 恭喜你們 啊恭喜你們 沒有資格參加抽獎 那成功報名的人 大概有八千多人 然後這一次一共抽出四百張 所以 中獎率有5% 那恭喜這5%的幸運觀眾 幸運烏帕們 順便說一下喔 這一次大概有16個國家參加抽獎 真是烏帕烏帕滿天下 好感動 那我們來回覆今天的留言喔 我在想 我們每一個留言 包括我的留言 秋風都有看過 我就感覺秋風距離很近 好開心喔 恭喜你 你的留言已經到了 秋風回覆您留言節目 這樣有沒有更開心呢 好啦我們看下一個留言 就是想讓你開心一下而已 請問字是什麼刺在蜜蜂上的 不怕刺到小龍女的獄手嗎 那個 大家歸秀 每個人都會刺龍刺鳳 怎麼可能刺個蜜蜂就刺到獄手 不可能不可能 你是說蜜蜂刺到獄手是不是 他可能有獄蜂漿可以馴服蜜蜂 你看剛剛我只要得周伯通訊 那個獄蜂漿 他就養一堆蜜蜂出來了 可見小龍女應該有隨身帶獄蜂漿 獄蜂漿就是古墓派的聖品 醫療聖品 所以他們隨身攜帶 也是很合理的 所以不用擔心啦 總之他沒有刺到啦 不然我有空再去看看小龍女的手 好不好再告訴你們 我再回答下一個留言 這款 這遊戲可以練葵花寶典嗎 這是金庸群俠傳 葵花寶典在笑傲江湖裡面 可以 真的可以練葵花寶典 而且 預練時神功 虛仙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所以 練葵花寶典 欸 不錯喔 好啦我們看下一個留言 為什麼不得張無忌 再練九陽神功 因為舞秋風在練啊 那個九陽神功現在目前 我正在練啦 所以 張無忌已經七級了 夠用了 雖然 每一個武功可以練到十級 那十級的時候就是頂天超強的 那他已經七級已經很夠用了 所以就先拿來舞秋風練 舞秋風現在大概練到三級 再七級啊 就 就天下無敵了 好不好 再給秋風一點時間啊 因為秋風正在練啊 所以 張無忌沒練 神功只有一本 好不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留言 總覺得彩彩不管做什麼都要吃餅乾 你知道彩彩他在吃什麼嗎 我怎麼知道彩彩在吃什麼 等一下 我叫彩彩來回答一下 欸請問一下 彩彩你在實況的時候在吃什麼 你說實況的時候 對啊 跟我實況的時候 你都在吃什麼 我在吃海苔 你在吃海苔 他說了他在吃海苔 好了有解答各位的疑惑了嗎 下次實況的時候可不可以不要吃海苔而已 那我可以吃 不行什麼都不行 那我們再回答下一個問題囉 如果秋風在開台的時候有人在吵架 秋風會怎麼做 欸 大聲賀賜 欸不要吵架 感覺好像很沒有用 自知不理 自知不理他們就一直吵 也沒有用 請觀眾下注看誰會贏 我又拿不到錢 沒有用 和他們講道理 我覺得 既然會吵起來可能 講什麼道理大家都不會聽啊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請他們安靜 安靜六百秒 就送他一個六百秒 或是直接送他出場 有沒有 要吵出去吵 隨便找地方出去吵 開個MOD 沒有 反正就給他六百秒 讓他安靜啦 如果十分鐘過後他們還想吵 再給你六百秒 有沒有 或是慢模式三十秒 慢模式 三十秒才能吵一句 我講完這一句要隔三十秒 我才能再回下一句 欸 搞不好這樣思路比較清新吵起來更有意思 秋風會回復你 我佩服你 恭喜我回復了 我就衝著你這句回復的 其實我沒有想要回復 不過我看到有人回復 我就想回復一下 這樣會不會很 沒關係啊 我們今天的留言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各位的收看 希望大家多留好留言讓我回復 很多人都說 阿秋風你都回這些什麼爛留言 哇那 這些被回復的人親喝一看 絕對不是我講的 都是你們講的 都把哲論推給你們 好啦你們都多留一點好留言 我們就回復好留言嘛好不好 好啦我們今天的留言就回復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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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